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FASHION CHECK IN 我是FASHION CHECK IN的時尚特派員 改令 林冠毅 大家好 我也是你們的時尚特派員 周安德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服裝設計師 Sabrina謝 謝怡君 平日除了一直很愛服裝設計這件事情之外 其實她還有其他的身份喔 安德 我跟你說 我真的覺得我非常好穿搭衣服 不管是男裝還是女裝 中性的打扮對我來說都非常符合我的Style 而且我還記得你那時候穿Sabrina謝的藍色透明的襯衫 若隱若現 配一個短褲跟霹靂大白長靴 有夠前衛的 我真的非常欣賞 真的超愛那雙大白長靴 可是觀眾朋友不要誤會喔 不要去用有色的眼光看待男生穿女裝這件事情喔 設計師超級用心的 那雙白色的大長靴 是我們花很久的時間才找到的 喔 真的嗎 對 我跟你說 我就是知道今天Sabrina在這邊有一個快閃電 特地以為你來這裡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吧 好 等什麼 快快快 欸 Style 各位先開一下 你幹嘛這麼 幹嘛這麼興奮啊 在屏的路還可以跌倒 趕快進去吧 趕快進去吧 Sabrina 欸 哈囉 好久不見 你在忙喔 現在疫情期間 我們還在保持社交距離好嗎 快說拜託了 這疫情到底要不要結束啊 沒有鄉下的擁抱都不行 你在忙什麼 我要不要幫你 嗯 你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來 請往前一年見 好久不見 真開心人看到你耶 對啊 你們最近好嗎 最近還不錯啊 你呢 覺得你氣色變得越來越好了耶 真的嗎 你是不是談戀愛了 又談戀愛了 沒有啦 應該感覺會看到你們很開心 目前我有兩種身份啊 我又回去學校讀書啦 是 你又回去學校讀書了 嗯 目前是時間大學說一的學生 然後同時也是老師 我有兩種身份 學生兼老師 哇 這麼厲害 你又回學校當老師了 我現在呢 是 德明科大的招生大使 提其他的高中規劃課程 那目前是在士林高商 下學期的話會到其他的高中去 從學生身上我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也分享我 不管是從國外回來學到的 或是在台灣做品牌的經驗 那你還能自己做衣服嗎 還行 還行 對 還行 欸 這根本是我的衣服啊 對啊 這個也是 真的 還有這個 欸 你幹嘛做衣服送我啊 啊 我覺得你們可以把它包下來 而且你看安德這也超適合你的 對 那我就先謝謝觀一囉 謝謝觀一囉 對 你們打包之後 我這一季就可以提早下班囉 你就要提早下班囉 謝謝你 謝謝你 那Sabrina本身應該是走一個 浪漫夢幻主義 平時都是在何種的狀態下 能夠激發出你的設計靈感來源 我是一個受圖像刺激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去看展博物館啊 然後不同的展覽北美館 然後故宮 不管去國外旅遊 或是踏青 或是去咖啡廳 去網美餐廳 都可以激發我的任何設計靈感 像電影我也很喜歡看電影 設計師的衣服啦 對 像你上次把我的那場秀表現得非常好 謝謝 為什麼找我 別人推薦 不是 你就是不二人選 謝謝 就是因為剛好你的衣服都是比較 顏色很鮮明的嘛 所以走起來 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像 好像在森林的感覺 它是彩色 很有活力 很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您之前 你有到英國留學一段時間 在那邊的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除了在短短的三個禮拜之內 我可以學到他們那邊 很受creative的啟發設計課程之外 體驗當地的生活 我覺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 是 還有還有就是 我有去紐約實習過在Jayson Wood 雖然也只是短暫停留三個月 白天上班 然後晚上 還是同時還是學生的身份 所以我晚上也會處理台灣學校的課業 我覺得紐約他們有 每個禮拜五就是那個博物館之夜 然後你在第五大道有很多博物館 它可以是就是免費進入參觀的 讓我覺得也是一種不同的刺激 那你一定在工作上也會遇到很多的低潮嗎 只是像大家看你 可能都覺得你是一個 好像很開心很樂觀的人 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件不開心的事情 你會怎麼去發現 我會去游泳 進入水裡的時候會讓我進空 然後我曾經在水裡面哭過 把所有的怒氣或是怨氣在水裡面激發 然後可以大叫 我覺得反正水裡面也沒有人聽到 對 大吃也會 但是因為現在食量比吃的不多 所以很容易就吃沒幾口就飽了 它運了現在也變得很瘦欸 跟19年的時候比起來嗎 應該就是設計師要過得不同挑戰的生活 很容易就是 的確 對 那我們想請Sabrina給我們 未來想要當服裝設計師的年輕人 給我們一些建議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就是堅持 哇 當服裝設計師 外人看來會覺得很夢幻 你會覺得 每天穿戀很fancy 然後跟 喝咖啡畫畫 對 然後還可以就是看一些帥的模特兒 漂亮的模特兒 唯武工作之外 其實設計師有辛苦的一面 就是你可能在工廠裡面堆那些衣服 然後跟板師對板 你還要去找材料 然後面對的就是滿坑滿谷的布 設計遇到撞牆期的時候 你要怎麼跳脫出這個困難突破重圍 設計不是這麼簡單 要其實有很多繁瑣的事情 你要去處理 所以即便是一些很細微的小細節 你要樂在其中很喜歡 除了堅持很重要之外 就是你要以此覺得很開心 如果一件事情你做起來 覺得不開心的話 做久了就會變得很痛苦 對 那Sabrina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222春夏的設計理念 對我來說就是充滿粉紅泡泡的感覺 其實品牌一直以來都是 以設計傳達快樂為主 對 所以22的設計理念 它是圍繞在60年代 我用了60年代很多的Pattern圖像 然後去設計一些比較 實穿的東西 也是T恤的東西 那我想問一下Sabrina 就是關於SS22 有沒有你推薦的單品 可以給我們穿的 當然有啊 我們來看一下 你呢就是這一套跟這一套 一整身的耶 然後裡面給我搭個小T恤 你的話呢就是這一套這一套 然後呢搭這個褲子 謝謝謝謝 欸 妹妹妹還有他還有他還有一個女生 還有一個女生 你的話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 然後裡面搭這個 Sabrina真的是一眼就看中了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去換囉 好期待喔 大家之後也可以看中了 最後不會小子 就讓大家來帶回去 你先把嘴巴看中了 好一點 其實又要把嘴巴看中了 你看等你的嘴巴看中了 嘴巴看中了 但是這個東西 你好像是這句甚麼 見面 你們才會跳得很好